天马经理 他现在不踩我了 天马经理 请放邓丽君的歌曲 如你吩咐 马上为你播放邓丽君的右键吹烟 右键吹烟 右键吹烟的年纪 中午是早大地 和戴华一样 王一仁的老伴也去世了 遍阳去的你 夕阳有时期 光明会有光明 在中国 百分之九十的老人 宁愿在家养老 但是八十六岁 一个人做饭做家务 独自生活十六年的不多 你不认识吗 你不认识吗 我能认识我这些什么家呢 刚好我去世了 结果业肉 还是被人家吐不起 你不拿不拿印钞票 做事得 应该应该开心我们老爷去 王一仁就是不愿意去引导院 因为在这个房子里 有老伴的味道 我把张学在这一步走 那两年 张学一直想着我认识 想着我认识 我做什么 我去等一马卡 我都去九州等了 我吃饱了 否则我没干净 他当过兵 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 一些事一旦认定 就改不了了 我在拖劳的时候呢 就喜欢帮助人家 所以他们一些老的到拖劳 就对我有好感 后来也搞成过 大家误会什么东西 我说你们有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给你讲的 我也远这里 我爱人走了以后 我就下天决心 我不会再去走 我能够独立生活 我就独立生活 他胆子大胆 不怕死 他跳架路伞的 穿了个裙子跳架路伞 他因为田径运动员出生 今年的清明节很特殊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王毅仁没有办法去扫墓 很粉丝 给你去扫墓 我最后就过来 就要在家裡紀念你一下 那個孫子也要結婚了 外甥也有自己的女兒了 不是太外婆了 不會照顧自己的 我們現在都很好 你放心吧 這一天容易想念以前的人 除了老伴還有那些老戰友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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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